中国多行业的实业大军超过千万 李克强束手无策 日本将启动航母化工程 首次实验F35B战机起降 国际航运协会警告 全球供应链运输系统面临崩溃 国安法生效一年 港人移民澳洲的人数闯25年新高 国商日网络集会 澳洲各界谴责中共暴政 日本准第一夫人是谁 33年前与岸田结婚 英国将拍卖首位访华社影视的 消失的中国老照片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 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30号星期四 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今年以来 中共在高科技、房地产、教育培训等 多个领域进行整顿 导致大规模的失业潮 估计有上千万人将饭碗不保 这样的情况让多次强调 要保就业的中共总理李克强 也束手无策 中共当局今年在多个行业 出台多项整顿措施 其中 教育培训机构几乎是一夜之间 就遭灭顶之灾 房地产企业生存艰难 高科技企业接连被罚 业内人心惶惶 跨境电商规模被压缩 有学者预测 这些行业可能制造超过千万的失业大军 而且未来的发展趋势更加险恶 如果这些人无法得到妥善安置 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在中共双减政策下 教育培训机构被团灭 拿新东方来说 截止到9月中旬 新东方就裁员近1万人 预计年底前将裁减4万人 财经评论人士王健说 大陆教育培训业的直接从业人员 加辅助人员 共有2000多万人 如今这个庞大的失业人群被推到市场 这对经济下滑的大陆来讲 是血上加霜 还有一只失业大军来自被房地产企业裁掉的员工 除了恒大集团2万亿人民币的债务爆雷 新立控股集团近日也传出类似的债务危机 新立总部的员工已经收到将裁员50%的消息 此外 绿地传出裁员40% 亚居乐总部裁员50% 区域裁员40% 阳光城区域裁员40% 万科投资 中南地产 海伦宝 宇宙等房企 都将进行区域裁员 近日 浙江、广东和江苏等多个中国制造业大省 纷纷推出限电停产的政策 业界预计 如果这种情况超过两个月 中国将出现中小企业的倒闭潮 面对大规模的失业潮 李克强此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呼吁 要在2020年到2025年期间 继续把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 和宏观政策的优先位置 还多次强调 就业是名声的头等大事 但自由亚洲9月30号分析说 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行业裁员 是中共自己的政治环境带来的 李克强又如何保得了呢 中共官方声称 中国有两亿人将灵活就业 但专家指出 两亿这个数字其实只包括城镇人口 而且灵活就业就是半失业的代名词 北京大学的调查发现 今年中国的失业率可能高达20% 远远超过中共官方数据的5% 日本防卫省9月30号宣布 将在10月3号起 首次在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出云号上 进行美军最新引擎战机F-35B的起降试验 此举被视为日本启动轻型航母化工程的重要一步 将强化日本海上的航空作战能力 以应对中共日益扩大的海上势力 防卫省表示 这次起降试验将为期5天 到10月7号结束 届时 两架F-35B战机将分别在出云号甲板上 进行两次起降 据日本时事社报道 为了准备起降试验 出云号甲板的提高耐热性改装工程 已于今年6月完工 接下来 日本计划在2024年底 对出云号进行进一步的改装工程 包括变更舰手的形状 整备F-35B战斗机搭乘员的待机空间等 报道说 F-35B战斗机可以进行短距离滑行起飞 垂直降落 日本防卫省已经向美国订购了42架 不过 目前美方还没有交货 因此 这次起降试验将使用美军部署在日本沿国基地的 两架F-35B战机 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出云号护卫舰于2012年动工 2015年正式服役 总造价大约1200亿日元 它的舰身全长约250米 满载排水量为27000吨 采用柴油动力 最多可搭载970人登舰 和加赫号并列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吨位的两艘护卫舰 改装前 出云号最多可以搭载28架直升机 改造升级后 最多可搭载10架F-35B战机 从安倍政府时期 日本政府就不断尝试通过修宪等方式 突破目前的军备限制 让日本自卫队的功能恢复正常 目前日本政府下重金改造升级出云号 成为这一努力的重要开端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 全球运输系统面临极大的压力 国际航运协会等组织9月29号发公开信警告说 如果各国的运输工人得不到政府的进一步支持 全球供应链运输系统将面临崩溃 据CNN报道 国际航运协会日前向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国首脑 发出公开信 呼吁各国政府给予运输工人优先接种新冠疫苗的权利 恢复他们的行动自由 这封信得到了国际航运运输协会 国际道路运输联盟和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的联署 这些组织共代表了全球6500万运输工人 公开信中写道 由于运输工人两年来所承受的压力 全球供应链已经开始出现变形 所有的交通行业都面临着工人短缺的问题 由于几百万人在疫情期间所面临的恶劣待遇 预计还会有更多的人离开 这将使全球供应链面临更大的威胁 据报道 全球各国的海员、卡车司机和航空公司员工 一直忍受着疫情隔离、旅行限制、疫苗接种和病毒检测等要求 努力在疫情期间维系着供应链的运转 但现在很多人都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对已经严重混乱的供应链网络构成新的威胁 数据显示 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大约有40万海员无法离开船只 进行例行换班 其中一些人的工作时间比最初的合同期多出了18个月 国际航运协会秘书长普拉腾表示 由于港口关闭和旅行限制措施不断变化 海员们可能不愿冒着无法回家过圣诞的风险 再签新合同 因此航运业劳工短缺的情况 可能在今年年底进一步恶化 集装箱运输船西斯班亚马逊号的船长苏凯特 对CNN说 如果人们希望世界继续运转 就需要放松旅行限制措施 并让维系航运业的一线工人 得到应得的优先待遇 自从中共去年7月1号 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后 越来越多的香港人离开香港移民海外 据澳洲内政部统计 在国安法生效一年内 移民澳洲的香港人数达到4,312人 创下25年来的新高 澳洲内政部9月下旬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2020年7月1号到2021年6月30号期间 澳洲政府在一般移民计划的项目下 就为香港人发放了4,312个永久居留签证或移民签证 比前一年增加超过两倍 这还不包括难民等人道类签证 这项数据还显示 1997年中共收回香港治理权的前后 港人获批移民澳洲的人数曾经达到一个高峰 在1996年到1998年之间 每年约有3,500名香港人移民澳洲 而在此前的1988年到1989年期间 每年移民澳洲的港人维持在1,000到2,000人之间 即使到了已经爆发反送中运动的2019年7月 到2020年6月这个财年 港人移民澳洲的人数仍然只有1,391人 不过在国安法生效后的一年 港人移民澳洲的数量就大幅增加了210% 创下几年来的新高 内政部表示 上个年度移民澳洲的港人 大部分是通过技术类移民的 总数为3,265人 比一年前增幅超过三倍 而值得关注的是 以家庭及儿童类别移民澳洲的港人数量为1,047人 增幅高达76% 据澳洲移民顾问透露 港人获批移民澳洲的最多职业类别 是医疗卫生行业 包括医生和护士 其次是资讯科技 机械工程和土木工程等行业 流亡澳洲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许志峰 对澳洲媒体SBS 分析了港人移民澳洲人数激增的原因 他说 除了澳洲本来就是港人热门的移民国家之外 香港的政治社会制度急转直下 以及澳洲政府为香港移民引入的避风港政策 都是主要原因 许志峰还说 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后 很多香港人都面临着被中共清算 迫害等刑事后果 因此急需离开香港 以保护自身的自由 为了表达对中共暴政的反抗 很多人把10月1号中共窃取中国的日子 称为国殇日 在今年的国殇日到来之际 澳洲的香港团体举办了主题为 十一国殇港商的网络集会 来自香港、澳洲、新西兰的各界人士 在会上发言 谴责中共祸港殃民 警醒世界认清中共本质 呼吁全民联手抗共 政治学博士澳洲太平绅士林松 主持了这次会议 他在致开幕词时说 中共的发展就是共产党杀中国人的历史 自从中共在1949年分裂中国之后 进行了镇反、肃反等政治运动 外界估计 镇反导致高达200万人被处决 而肃反则导致5万3千人被迫害致死 因为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 破坏了香港的人权、自由和法治 现居新西兰的前香港大学教授郑宇硕 把2021年称为国安元年 他说 中共不惜付出破坏法治和信息自由的代价 去维护它的政权 以使国际社会警觉 并认识到中共是一种威胁 西方不再相信中国会在中共的统治下 走向民主自由 台湾人也不再相信一国两制 流亡澳洲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志峰认为 国安元年见证了中共暴君实施暴政 他说 通过国安法 中共彻底改变了香港的社会制度 把一个自由、开放、半民主的香港 变成专政、极权、暴政下的社会 他呼吁港人彻底抛弃中共 不再相信中共的任何承诺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说 中国大陆自从中共切证已经沦陷72年了 现在中共把香港变成了一个大陆城市 香港的公民社会 向支联会、自由媒体 在中共的打压下先后被彻底摧毁 香港已经陷入一个至暗时刻 他说 中共以分而制止的方式 达到打压一级的目的 进而想长期统治中国 来自台湾的媒体人舒石营谈道 中共近三年来越来越蛮横不讲理 跟各个国家都吵翻了 对台湾也越来越霸道 恫吓、威胁、无所不用其极 他举例说 近期的孟晚舟事件表明 中共就是赤裸裸绑架加拿大人质 他谈道 各国现在都极力跟中共脱钩 其中台湾最明显 台商大批大批回流 他呼吁各国团结起来 除了在军事上结盟外 民间团体也要在各领域结盟 用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 来对抗中共的专制极权 9月29号 64岁的岸田文雄 当选为日本自民党第27任总裁 将在10月4号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 随着岸田文雄来到世界的聚光灯下 他的妻子 日本未来的第一夫人也受到关注 据日本媒体每日体育摘要报道 岸田文雄的妻子名叫岸田玉子 今年57岁 比岸田文雄小7岁 老家在岸田的选区广岛县 1988年 两人通过相亲的方式认识并结婚 至今已33年了 岸田夫妇有三个孩子 主要居住在东京 岸田玉子经常往返于东京和广岛之间 据报道 岸田玉子高中就读广岛县内 屈指可数的升学高中广岛女学院 大学毕业于东京女子大学 因为她是英语流利的国际派 在岸田文雄担任外部大臣期间 她曾经协助岸田 多次参与外国社交活动 例如 举办同各国驻日大使夫人聚会的茶会等 2016年 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日本广岛举行 岸田玉子也曾经带领来访的英国 法国 意大利 加拿大等外交部长的夫人 参观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此前 岸田玉子很少在媒体上公开露面 但自从去年岸田文雄第一次参与自民党总裁选举时 媒体曾披露岸田夫妇在国会议员宿舍的晚餐时光 当时 岸田玉子穿着围裙和准备的平民菜单 一度成为方间话题 岸田文雄曾在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任内 担任外务大臣长达大约四年半 是日本二战后在任时间最长的外务大臣 9月30号 英国将拍卖首位访问中国的苏格兰摄影师汤姆森 于1867年到1871年期间 在中国拍摄的近100张老照片 这是一本罕见的清朝时期照片集 原汁原味地展现了1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 据《每日邮报》报道 这本名为汤姆森的《中国和中国人》1873年查读集 30号将在伦敦的拍卖轮坛上 以2万英镑的起价拍卖 汤姆森于1867年前往中国 并在香港的商业银行大楼中 开设了一间照相馆 在随后的四年中 他以这个照相馆作为基地 前往中国大陆很多地区旅游 甚至还曾到访过人际罕至的偏远地区 他拍摄了很多关于中国的风土人情 地方民生和风景的照片 这批照片都被收集在即将拍卖的插图集中 据介绍 这批照片中有中国古香古色的塔楼 繁忙的街市 以及山旁小镇的照片 还有武士拉宫射箭的照片 切头小贩的照片 乡间农夫的照片 妇人上庄的照片 庙宇中的老者的照片 甚至还包括一张清朝时期 带着刑具的犯人的照片 上面打着上海县正堂的封条 汤姆森被认为是第一个为清朝人拍照的西方人 他到访地区的民众 当时从来没有见过西方人 更不要说照相机了 拍面平台专家哈斯勒说 汤姆森是苏格兰摄影师的先驱 他是第一位前往远东地区 并为中国人拍照的西方摄影师 他的照片记录了中国的民风民情 风景和文物 这些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中国 一个后来基本上完全销声匿迹的世界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明天再会